好 周夏朱尚真的是朱立倫要選新北市嗎 現在呢 胡志強他現在透露口風要選大台中市長 怎麼看朱立倫選新北市呢 他今天表示是肯定朱立倫的才能 我們連接記者周怡德 好 主播各位觀眾 關於周錫瑋宣布退選 胡志強在前天晚間他公開發言 頗有為周錫瑋暴卻的異位 那麼他到底支不支持朱立倫出來參選呢 他則表示說 他其實私底下有勸過朱立倫出來參選 因為呢他希望他有機會的時候能夠發揮他的才能 我們來聽聽看這段訪問 黨怎麼決定我都會支持 朱立倫是我的好朋友 他的才能 然後他得到民眾肯定的程度 大家都有一定的公平 所以我覺得他如果願意出來選 是一件好事情 私底下我也曾經勸過他 我曾經提出我的意見 給他參考 說如果有機會 我希望他能夠發揮他的力量 為目前的處境 貢獻一些能夠改善的力量 但是關於朱立倫目前民調落後 民進黨可能推舉的強棒蘇貞昌 胡志強則舉了他之前參選的例子 他說他上一次參選市長的時候 與他的對手林家龍民調數字差距了20% 但是等到選票出來後 他則領先了20% 因此他認為其實朱立倫還有力拼的空間 但是呢關於我們看這次國民黨在五都的佈局 除了現在目前新北市可能推舉的朱立倫 以及大台中市長胡志強 加上在中央都軍的馬英九 馬力強三人似乎又再次合體 這是現場為你掌握最新把鏡頭還給Pone